確實觀察到了白尾八哥掠食麻雀幼蜀的現象 白尾八哥的體型較大 雜實性、地獄性又強 見到比他小了就吃 麻雀在科學上面的分類是屬於動物界、極所動物門 鳥鋼、麻雀科、麻雀屬的物種 這種鳥類它的體型非常小 也是台灣很多地區都會時常出沒的小型鳥類 體長大約只有14公分左右 雙頰中間各自有一塊黑色的色塊 而這塊黑色的小臉蛋是鑑別麻雀的關鍵特徵 有研究指出 在群體當中地位越高的個體 它的喉部黑色的區域也相對應的越大 黑色也會越飽滿 有些比較沒有認真觀察麻雀的人 還會把這塊黑色的色塊當作麻雀的眼睛 麻雀的實性主要是雜實性為主的鳥類 更也非常喜歡在稻谷豐收之際去吃稻米以及農田裡面的害蟲 也會根據一年不同的時間會取食不同的食物 在春夏季節昆蟲活動較為頻繁 而植物比較少結出果實 所以說在春夏之際 麻雀主要的食物就是各種昆蟲 而到了秋冬之際 各種植物包括人工種植的作物開始結實累累 昆蟲的活動逐漸減弱 在這個季節轉換之際 麻雀的主要食物就會是各種植物的種子、果實 還有以各種作物為主 近年來在城市當中生活的麻雀 早就已經充分適應城市的生活 甚至在都市的角落 麻雀也會尋找到人類丟棄的食物 當然與人類共存的麻雀獲得了穩定的食物來源之後 我們上面講的飲食習慣 在季節上面的差異也就逐漸淡化了 麻雀這種物種它的繁殖能力很強 是典型的親人種 牠們侵襲於人類活動較多的環境 這種鳥類牠們侵襲以及密食的地方 就常常出現在城鎮的村落當中 但是這個物種僅建於平原 山區是比較少見到牠們的身影的 因為麻雀牠們非常親近人 僅有在人類活動的環境當中出現 因此有人將牠們稱為會飛的老鼠 牠們的物種種群數量巨大 在歷史當中也曾經遭遇了一段令人比算的過去 大家有聽說過打麻雀運動嗎? 1955年有農民反映麻雀禍害農民的收成 毛澤東得知之後表示麻雀是屬於駭鳥最好要消滅 中國大陸從1958年2月大躍進初期 毛澤東所發起的處事害運動 其中消滅麻雀的活動更是當時非常大規模的群體事件 對於麻雀來說可以說是大屠殺喔 這起殲滅麻雀的活動的結果非常明顯 大量且快速消失的麻雀數量 使得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 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的欠收 發生了極為嚴重的饑荒問題 經過了中國的打麻雀運動 捕殺了將近57億隻的麻雀之後 近年來部分地區麻雀數量呈現下降趨勢 甚至已經在中國南方一些城市完全消失了 如今在中國的麻雀已經被列為國家保護有益 或者是有經濟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 任何未經允許的捕殺、出售、食用麻雀的行為 均屬於違法 當然這對生態來說都造成了嚴重的危害 想要重新的回到原本的生態與食物鏈都是非常困難的 更遺憾的是 在中國大陸地區、港澳地區以及東南亞部分的國家 如越南、柬埔寨、泰國、遼國等等很多的國家當中 麻雀是非法鳥類市場當中常見的鳥類 而且重點是他們並非是以寵物的身份出現在市場上 而是被當作為野味出售 在很多城市當中炸麻雀是常見的小吃 這真的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情 再來講講台灣的麻雀生態 其實也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那麼樂觀 天下雜誌在2015年報導 台東地區就出現了怪異的鳥吃鳥現象 白尾八哥的數量大幅的增加 甚至還有人發現八哥鳥會掠食麻雀的誘除 這讓當地的麻雀數量大幅的減少 以往農村馬路兩旁啊 那種電線佔滿麻雀的景象已經都快要絕跡了 那麼這件事情究竟是傳言還是確有歧視呢 台東縣野鳥協會的理事長王克孝說 他們確實觀察到了白尾八哥掠食麻雀誘除的現象 會出現這種現象主要的原因 是兩種鳥類的棲息地重疊 白尾八哥的體型較大 雜實性地獄性又強 見到比他小了就吃 於是才會被農民看到八哥吃麻雀 同時也造成了排擠的問題 台灣繁殖鳥類大調查 發現全台灣各地都出現了麻雀數量減少的現象 台灣北部地區是最為嚴重的 2013年的麻雀數量比2009年少了42% 不過麻雀的減少並不能夠百分之百都怪罪於八哥鳥的入侵 因為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表示 現在並沒有證據或者是研究能夠完全的直接證明 白尾八哥掠食麻雀而造成麻雀數量減少 麻雀數量減少的原因主要是農藥的使用還有棲息地的破壞 而且台灣並不是麻雀減少的唯一地區 全球都出現了麻雀減少的趨勢 特別像是英國還有中國華南地區 麻雀減少的趨勢更為明顯 每年的3月20日是世界麻雀日 可能很多人都不曾聽說過 不過這個節日的由來或許會讓不少人覺得鼻酸 正如我們所提及的 麻雀數量在世界各地迅速地銳減 我們生活當中習以為常的鳥類 這未來可能就沒有辦法隨處可見了 印度環保團體自然永續協會 在2010年發起了跨洲際的保育活動 將每年的3月20日定為世界麻雀日 來去提醒世人一起關注這個 來自1980年代數量就開始驟減的麻雀 去年4月一隻台灣的樹麻雀疑似不小心搭到了進口糧食的船隻 而出現在地球的另一端 澳洲的布里斯本港 這件事件引起了當地的愛鳥人士的暴動 爭相前往這個地方來商量 船隻停靠之後 在糧食卸貨區發現該麻雀 當地雖然有家麻雀 但是從來沒有出現過台灣常見的樹麻雀 當地的港口因為屬於管制的地區 因此不少人被保全請了出去 而為了目睹這種樹麻雀的英姿 這些愛鳥人士就紛紛致電於港口辦公室 甚至還把電話給打爆 想要到港口來關上 可見這些鳥類在其他國家是多麼的稀有 讓這麼多人陷入瘋狂 那這個現象在台灣可能我們都很難想像 今天這一集的小短片 為各位科普的動物是麻雀 不知道在未來的五十年一百年 是否還會是孩子們童年裡那種隨處可見的小鳥 還是說會像布里斯本港的那幾隻小麻雀 出現了一兩隻就讓所有人為之動容 其實這些都很難說 希望大家可以趁著現在麻雀還能看到的時候 好好珍惜這樣美麗的生物 也好好保護著台灣珍貴的環境 不論是任何的哺乳類、鳥類 甚至到植物到苔藓都是生態鏈的一部分 任何時候打亂的穩定的生態節奏 也都會使我們的生活變了步調的 從當時中國的褚絲苔運動 人們幾乎把所有的麻雀趕盡殺絕 最後最大的受害還是回歸到人身上 造成沒有麻雀去吃掉農田裡的蟲 收成大幅的減少 進而衍生到大規模的飢荒 這些也當然都是非常遺憾的歷史教訓喔